世界十二強賽中華隊外野人才幾景 忠信兄弟的江志豪 也從各家好手當中突圍入選 也是他打職棒之後 首度披上國家隊戰袍 被視為大黑馬 很開心 因為自己打職棒的 第一個自己設定的目標就是 希望能夠為中華隊 能夠進一份力 詩琪在春訓的時候就跟我講過說 今年有十二強 你看你能不能 就是把握這次機會 所以我那個時候也有在做準備說 今年希望能夠進入選中華隊 那也順利入選了 所以很開心 相隔六年再度披上中華隊戰袍 儘管先發機率不高 但是張志豪要以一貫的拼戰態度 為國家隊全力一步 目標倒是沒有 因為這不像比賽 就是國際戰鬥是 誰狀況好就是要先上去 但我的目標應該是 當然希望球隊贏球 再來就是我要學到很多東西 我要看各國的外野手的 一些守備的方式 還有一些他們的經驗是什麼 對 十二強戰爆 金手臂 POMERS